摩金符是摩金校尉 寻龙倒斗 护身之物 没有摩金符 称不上是摩金校尉 而摩金符传到后世 仅存三眉 挂在胡八一 往胖子和雪丽阳的身上 这摩金铁三角 入金爵 闯龙岭 进崇谷 上昆仑 后有下南海 探观山 就在金盆洗手之际 瞎老义带来了一本古书 从而铁三角再次出发 深入秦王帝宫 开启了一场扑朔迷离的 冥界之旅 故事要从很早之前 一座山西古墓说起 有个皮匠家住荒山 孩子七八岁 长得虎头虎老 小名虎娃 这孩子从没出过远门 也从没见过银子 皮匠有个好友 是个算卦的 见到虎娃便摸出一块碎银子 当作见面礼 可虎娃却说 这东西有啥稀罕 后山的山洞里 全是这东西 皮匠和算卦的一听 半信半疑 当即爬到后山 果然在半山腰 看到一块破石碑 上边刻有八字 欲火而开 有龙者信 石碑下有个墓穴 里面四个箱子 全是金银元宝 放的满满当当 墓穴中并无棺材 仅有一具枯骨散落在石台之上 不知是何许人也 旁边放这个皮匣子 匣中放有一卷古书 皮匠没见识 乃是井底之蛙 得了四香金银 而算卦的 只要匣中热卷古书 算卦的回到家 翻开古书 里边竟是寻龙之树 他一字一句 暗记在心 看到末夜仅有刺句 要寻真龙观真行 阴阳挂树 胸中长 六十四卦 无从刃 只恐寻龙 到此穷 侠中还藏了一枚观意 上有两行古钻 千关赐福 百无禁忌 看来古墓中的枯骨 生前是为千关 打仗之后 他不光算卦 还给别人看阴阳风水 指点龙脉 一时间名头不小 俗话说 人怕出名 猪怕壮 却引来了杀身之祸 他叮嘱后人 不准再吃 看风水这碗饭 将官义及古书 埋在乡下 就这样 算卦的后人 家里边再穷 也没给人 赵国龙曼传到白半拉那辈 观印和古书 人埋在老家 始终都不敢用 白半拉有个结拜兄弟 人称瞎老义 他师从大神边 师爷 金算派 师祖 是张三太爷 全是赫赫 有名的摩金校尉 瞎老义 听完白半拉 祖上的遭遇 说道 你白家先祖 传下的 这叫林普 又叫巡龙爵 此乃发丘摸金之秘诀 我师祖 张三烈子 传下的才十六卦 这可是六十四卦 印六十四字 这印叫发丘印 来先天至宝 岂可埋没土中 其实白半拉 不是不想发财 是他小时候 曾遇到过一段奇遇 白半拉 十来岁时 给东家放牛 见到一条长蛇 死在树下 他于心不忍 挖开土 将蛇埋了 却说有天 不知从哪儿 走来一个老头 拉出条鱼 给他吃 老头说道 你吃了这条鱼后 可不是一般人了 你前方的路 是个金鸾殿 金鸾殿中 上是君 下是尘 左是文 右是武 那里边 该有你一个 可是 有座塔 挡住了金鸾殿 吃下这条鱼 你猜 我的去 可他接过鱼 刚吃了一半 东家过来 踹了他一脚 原来 是做了一个梦 他敢牛往回走 路过镇河殿 突然想起来 那个老头 怎么长得跟殿中的龙王爷 一个样 他拉了一个门 走了许久 也没见着什么金鸾殿 这时 他想起江湖上 有个崔老道 算命 算得很准 他一个念头 转上来 跑去找崔老道 算了一命 崔老道 本名崔道成 给人算命 十挂 九不准 可偏偏就剩下了一挂 却灵验的出奇 你梦见龙王爷 请你吃鱼 这个福分 可不小 该有封王 败将之命 何不去 航武之中 寻个出生 白半拉 便信了崔老道的话 索性 把祖上传下的灵谱 给了瞎老义 头军奔他的前程去了 正赶上战争年代 数不清 多少次出生入死 后来 打到塔山 犯了地名 被炸掉了一只腿 只因他 只吃了半条鱼 龙王爷 给他指的路 只能走到一半 白家仙主 之前得到的一卷古书 因那欲火而开 四个字 传下二百余年 却不知 有龙者信 印在何处 结果又让崔老道 给说对了 你活在当中 看不见 过后看明白了 也迟了 所以说 这就是命 八十年代的潘家园 收卖古董 热闹非凡 胡扒一盒胖子 胡打乱撞 挂起了摩金服 吃上了 捣抖 这碗饭 如今在潘家园 提起胡八一 大小 也是个自豪 这日 瞎老义 登门来访 按备份 老胡 还得叫他一声诗书 他交给胡八一 一个包袱 里边有金刚伞 飞狐爪 大神鞭 黑驴旗子 水火一发秋印 还有 那卷林谱 这些东西 旁人要去没用 落在挂摩金服的人手上 才是物归原足 恰好关中 有个麻老娃子 前不久 托人给大金牙 捎来口信 深称 在礼上 捡了宝 三人合计了一番 决定 再去关中走一趟 收两件真东西 三人 到了西安 过了祁山 再往西去 竟是绵延起伏的三里 三世 幽如苍龙 心同一座座 龙楼宝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